在台下皱着眉头仔细聆听 不时露出担忧的神情 新婚不久的金曲歌后戴佩妮 面对受害妇女分享亲身经历的家暴案件 她强忍住在眼眶打转的泪水 拍拍受暴妇女的背 给予最温暖的安慰和鼓励 受暴是一种很特殊的暴力 因为她是你最亲密的人 但是她却用最残忍的一种对待你的方式的手段 收起难过的心情谈到老公西米露 在佩妮眼里流露出满满的爱意 只是生活中难免遇到争吵不顺心的事 佩妮认为与其直接言语冲突 不如给双方一点冷静的时间 只是谁会视线低头认错的哪个人呢 基本上我会很安静 然后她会很紧张 因为她不晓得怎么办 好像不知道怎么认错 但我又很享受看着她 其实我知道不管怎么样 一定会和好 但是我就是 我惩罚她的方式就是 她问什么讲什么我都不会回答 吓称她们是一对写实搞笑派的夫妻 戴佩妮和老公交往五年后结婚 不只彼此信任 也自有一套独特的生活情绪 轻松幽默是一个维持彼此之间 就是不顾形象的 就是完全接受的 完全包容的一个状态下 夜死为了训练中心 台北报导